建築啦 請用蠶 請用蠶 南投縣長許舒嬅 與魂圓蠶食一同職產動土 多年前在南投 創立義經大學的魂圓蠶食 砸十二點八億元 修建維新大禮堂 非常的感恩勾建 感恩上天給我的力量和信心 地下兩層 地上七層大禮堂 可容納五千人 佔地共五千兩百平方公尺 工程預計2027年落成 模擬圖曝光後引發熱議 像總統府 你不說是博堂不知道 真的喔 就是總統府 總統府 像學校吧 好像也不錯啊 它背後很漂亮啊 很漂亮 魂心大禮堂與總統府外觀 拿來比一比 中間高聳處皆有中央塔樓 色系上均彩紅白相間 橫帶裝飾相似度頗高 這一個設計啊 我們這個就是 巴洛克的一種建築的形式的表現啊 衛星大禮堂洞 土是渾圓禪師 35年前許下的紅怨 未來可能在此舉行 世界性領袖宗教大會的場域 屆時可能成為南投新地標 三零星吳康宇 南投報導